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对 特别是从中国的角度 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 非常感兴趣 首先我觉得就包括 像一系列的制裁 包括一些战争里头的 一些技术的细节 其实对我们所带来的 这样一个思想上的影响 我觉得是非常大 我们看到未来的中国 它是全方位的 它不光只是军人在战争上的结局 它可能涉及到 比方说像舆论 像媒体 像传播的技术 像金融 像贸易 像能源 像供应链 等等各个方面 所以其实我们认为 在这次冲突里头 我们要学到的 就是说怎么样去保证一个 充分自给自足 同时的话 能够又跟世界有着 千丝万缕的良好的 接触的这样一个 经济的循环 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像刚才Alex也提到 中国的内循环 中国不光提到内循环 它还有一个双循环 也就是说 我们内生的这样一个 供应链 包括需求很强烈 这构成了一个主要的方面 但是同时我们跟 整个世界还是保持一种 开放的状态跟心态 所以未来的话 我们尽管可能会跟 这个世界竞争 比方说技术 竞争货币 竞争这样一些 供应链等方面 但是我们觉得 只要是一个良性的竞争 大家保持相对的 开放的心态 以及公平竞赛的原则的话 我们觉得可能 在未来 不管什么样的冲突 我们都能够 安然的度过 所以我们觉得 其实包括俄罗斯 应该也是一样 也就是能够从这里头 学到很多的内容 究竟未来怎么样跟世界 跟其他的伙伴 去交流 包括合作 包括怎么样去沟通 我觉得其实这一次的话呢 应当说对所有的人 都形成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案例 或者是一个能够提供 有意见解的一个场景 我觉得我们中国 一定要在双循环的方面 做得更好 才可能赢得下一场竞争 是的,我觉得这些 计划非常非常值得 实际上 以传统的中文的 计划 你必须一定要 你自己自身 自己自身 自己自身 你的内部 是非常判断的 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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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 改变 你的改变 但不断判 你的改变 你自己自身 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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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own energy, your own food, etc. It's more than ever most important. Besides that, you need to have more friends outside your country. You need foreign trade. You need good foreign relations, so you can thrive. That doesn't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but it goes with each other. I think this very valuable lesson that every country can take away from this crisi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